我是威 今天要聊的主題跟兩性無關 但是跟每一個人的生活一定都有關係 就是要錢 相信每個人生活中都一定有不得已要跟別人要錢的時候 無論是你借錢給別人對方沒有還 還是帶電款向對方沒有給 甚至是老闆持發薪水 明明那就是你的錢 但是為什麼你要低聲下氣好聲好氣 甚至是找各種理由跟對方要錢 尤其是我們台灣人非常有人情味 會覺得好不好意思跟對方要錢 有時候我都覺得算了算了 但是我要分享一個我生命裡面的經驗 其實我本人以前尤其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就是那種標標準準非常不好意思的人 我曾經去打工然後一整天上班 學姐介紹的工作 然後到了時候我工作了一整天吧 然後我都沒有拿到錢 再來就是學生時期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有跟好朋友一起合租房子過吧 當時我們就幾個好朋友一起合租房子 但是住進去之後呢就發現 好像並不是我們講好的那幾個人開始住 因為他們可能就有彼此的伴侶 可能男女朋友之後就帶來一起住了等等 所以水電瓦斯等等就變得比較貴 有幾間的住戶因為知道自己的伴侶有來一起住 所以就會多分擔一些水電瓦斯 但是一樣米洋百種人 天生我才必有用 是這樣用嗎 好反正呢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有些人的想法就會覺得說 呃我沒有必要多住 我跟我情侶是住同一間啊 當時的我非常不能苟同這件事情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我好像有一個月都沒有住在那裡 我還是一樣照樣分水電費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大家都是一起的 我也不想說喔我一個月沒住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就要少付然後等等等 所以我那時候就直接跟對方說 我覺得你應該要付錢 雖然說你不用跟我們大家一起付一樣 但是我覺得你多多少少要補貼 像是瓦斯啊 因為我們瓦斯是分開叫的等等等 洗澡懂不可能一起洗了吧 等等反正 但是對方還是不能夠接受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超級尷尬 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呃我家裡也需要用錢啊 我18歲我就自己出來打工等等 我也是手頭很緊 就是一些廢話 其實那些都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表達 但是我卻把這件事情搬出來 就是讓對方就是講說喔我沒有錢 所以我覺得你可不可以負擔 結果最後造成對方就會覺得說 你沒有錢是你的事跟我沒有關係 你今天沒有錢那你自己去賺 並不是說你今天沒有錢 所以我要可憐你負擔這些錢 你們有聽清楚這個邏輯嗎 當時的我還並不是很了解 我就覺得說怎麼那麼不互相 我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別人會這樣對我 那也是我自己的過錯 因為我不了解就是因為我講話的方式 沒有踩穩我的線 讓他覺得說這是你本來要付的錢 而是把我自己的問題搬進來 我真正了解這件事情是到什麼時候你知道嗎 是到了後來好幾年好幾年 我有一個朋友他跟我講說 他們公司就是一直不斷的拖欠薪水 他也沒辦法 身為主管的他也沒辦法 所以他底下的下屬就跟他說 哥公司這個月在持發薪水的話我就不做了 因為我卡費會繳不出來 好OK聽到這邊我都會覺得OK沒問題 但是呢我的朋友竟然是跟我抱怨說 公司持發薪水是公司不對 但是那個XXX他就是很不會理財啊 我每次都要刷卡 就是因為他是這樣 所以一大把年紀都還沒有辦法娶老婆 我有聽錯嗎 我當下覺得我有聽錯嗎 這個邏輯因為我是站在完全不關我事情的角度 我很明顯就可以聽出來 這件事情就是對方需要一個藉口來跟你說 這個月真的不能再持發薪水了等等 即便說對方真的有卡在要付錢又怎麼樣 持發薪水就是你不對 你就是應該準時發 對方只是給你一個台階下 還是對方直接說你在這樣持發薪水 我真的覺得公司幸運不良 我不想再繼續待了 我覺得這樣沒有保障 所以呢 以我的經驗我要教大家 真的真的 從此以後 每一次當我要去要錢的 我不會用一種我需要錢 我欠錢的方式去跟對方要錢 我再也不會 我會直接跟他們說 你們預付款項是多少 你還要給我多少 那如果說你現在付不出來沒關係 你可以分期 或是你要下一期再付 OK 但是我還是會讓他知道 那是他本來要給我的錢 我再也不會用我需要錢這件事情去要錢 當然我覺得借錢給朋友 那就另外 因為我覺得 當你把這些錢借出去的時候 你就要心理準備 可能這筆錢不會回來 這是我爸教我的 人家還回來是你幸運 人家沒還回來 就當作水流走 水流走 好難 但是就是這樣 所以呢 借錢給別人這一點也是需要智慧的 這支影片就是教大家 要錢的技巧 一定要把自己的立場站穩 你就是要那筆錢 就直接明了的說 那筆錢我覺得你應該要付 或者是說你時間到了 你應該要還錢了 並不是說 我最近缺錢 你該還我錢了 等等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會有些人說 很多人要錢 他很像狗一樣 就是被欺負等等 就是因為你很軟弱 就是很可憐的 去跟對方要錢 當然我覺得 如果你很強勢去要錢 也不一定要得到 所以當你借出去的時候 就自己要那個風險評估 咬定你的立場 表達你覺得對的是 有些困難 早點遇到早點好 因為這未來 我就不會犯一樣的錯啦 好 今天的生活小技巧 就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這算技巧嗎 就是一些生活類的成長 希望大家不要犯我一樣錯 如果你還沒犯過的話 就直接跳開壁雷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 我今天是長瀏海 大家覺得我妹妹頭 比較好看還是長瀏海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的額頭好像有點太長了耶 妹妹頭 長瀏海 還是都不好看 三個選項 直接在下面留言給我 希望大家不要讓我失望 愛你們呢 掰掰 擦汗衛生紙 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熱